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 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何谓简单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心无杂念 方得自由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中年 不要自作多情 人到中年 经历了人情世故 看清了真心假意 明白了生活真相 知道了如何选择 人到中年 唯心独醉 阳首是春 落首是秋 在这一阳一落之间 心中有种淡淡的酸楚 是被青春抛弃的无奈 是被岁月洗尽千华的不舍 不经意间 年轮已悄悄地 为我们的脸上 涂上了淡淡的岁月印记 增淡了流年的风霜 童年是梦 少年是歌 青年是诗 那么中年 就是一部小说 看着镜中的容颜 留恋着内心的太多不舍 慕然回首 人已中年 心中隐满了太多的温柔思恋 人到中年 一个雾字 浓缩了人生的千言万语 明白了高处不胜寒 无力 网狂澜的 世事沧桑 与无奈 于是在不知不觉中 学会笑看世事繁华 淡定人生心态 不求不可取 不求不可得 随遇而安 诸事顺其自然 学会感恩 无憾我心做人 做事 不再奢望浮华之梦 中年以后 责任更大 压力更多 所以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别想太多 别管太多 更不要自作多情 才是最轻松的活法 中年以后 善良有度 网上有个话题 为什么我们总是 会输给人性 有个高赞回答 一针见血 答案往往就三个字 我以为 我以为 给别人十分好 自然也能换来十分好 到了一定年龄 才发现 有的人 不仅要拿走 你的十分好 还会得寸进尺 向你索取更多 却不会还给你半分 做人要善良 待人要真诚 但有时候 不是所有人 都配得上 你的善良 到了一定年龄 才明白 太过善良 到最后 只会变成 一厢情愿的付出 喂饱的是白眼狼 凉掉的是人心 对一个人太好 你就输了 世界上 没有那么多 将心比心 也不是每个人 都懂得感恩 善良丢了尺度 你将失去所有 余生 守好每一份真心 留好每一份热情 凡事三思而后行 别把好心 给错人 中年以后 及时止损 人这一生中 似乎都有 这样的时刻 一条路走错了 你总以为 前面有拐弯处 可最后才发现 走近的是 一条死胡同 一件事做错了 你以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总能过去 可最后才发现 将错就错的结果 是无药可救 一个人爱错了 你以为 只要一味讨好 总能换来 一片真心 可最后才发现 自己身陷泥潭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到终点 不死心 久而久之 掉进无底深渊 有句话说得很对 一件东西 破了就是破了 我宁愿把它丢掉 也不愿 整天看着 残破的他 伤心 人到周年 精力和体力 都不如从前 做不到的事 算了 走不通的路 换了 千万不要执迷不悟 一意孤行 否则 只会白白 浪费时间 该转身的时候 一刻也不要等 该放手的时候 一点也别犹豫 有时候想想 人的不幸 都是因为不甘 事事纠缠不休 一生都过不好 月满则亏 水满则易 花满则衰 爱满则吃 唯有当断则断 及时止损 才能走得更远 活得更轻松 周年以后 苦乐自渡 曾听过一句 很现实的话 人到周年 得学会自己撑伞 不会有人冒着大雨 来接你 的确如此 你有没有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边的人 都开始自顾不暇 每个人都过着 自己的日子 难过自己扛 扛不过去 就自己想办法 最后出路 还是得自己找 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你最近心情好坏 也越来越少有人关注 你过得怎样 所以 永远别指望他人 去理解你 万般皆苦 我们只能 做自己的百度人 谁都有过 身不由己的时刻 但当有一天 你回首往事时 就会看到 最难熬的那段日子 都是自己咬着牙 撑过来的 人到中年 依然要养家糊口 作为家庭的支柱 身后无依靠 就得独立起来 学会自己撑伞 自己解决困难 走过半生 学着做一个冷淡的人 缩小社交圈 减少依赖 指望别人 不如靠自己 生活的苦与乐 只有自己细细品味 才能品尝出 其中的味道 正如作家于秋雨 在《借我一生》里 写的那样 人生的路 靠自己 一步一步去走 真正能保护你的 是你自己的人生选择 年过四十 常自行 国外有句俗语 天上繁星数得清 自己脸上的霉烟 却看不见 戏想来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往往就在于此 遇事只喜欢 责怪他人的人 一生都活在怨气里 处事 能从自己身上 找原因的人 才能看得清路 活得通透 人最怕的 不是穷 而是 总喜欢插手 别人的生活 自己的日子 却过得一团乱麻 在人背后 不说闲话 不私下议论 别人的家事 是做人 最基本的修养 不插手 他人的生活 不指点别人的私事 是成年人 最高级的自律 永远记得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年过四十 不高估 人为什么不快乐 往往是因为 太过在乎 看得太重 抓得太紧 有时候 高估了人心的好坏 也高估了 一段关系的长久 走着走着 有的人 渐渐形同陌路 走着走着 有的人 终究不再联系 你高估了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他看清了 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期望值越高 失望的次数越多 对人期待越多 得到的越少 别对伴侣 期望过高 没有谁对你的好 是理所当然的 别对孩子 期望过高 他因你而来 却并非为你而来 别对朋友 期望过高 生命中人来人往 本来就是常态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不高估感情与关系 没有过高的期望 就不会有那么多失望 年过四十 能放下 瓦尔登湖中写道 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 能够放下 他就越富有 放下面子 才能过好日子 放下欲望 才能找回自我 放下痛苦 才能重获新生 放下杂念 才能活得自在 常言道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忧愁和烦恼 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坎坷和难关 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若总是揪着过往的 烦忧不放 那人生下半场 就会像进入秋天一般 日渐萧瑟 想太多 毁的是自己的心情 心情太差 毁的是自己的生活 生活过不好 毁的是自己的一生 中年人的世界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很喜欢作家三毛的一段话 我避开无事时 过分热络的友谊 这使我少些负担 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 这是我的清唱 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 因为来时的路 不可能回头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人到中年 不再年轻 少一些自作多情 多一些自知之明 别再帮助 不懂感恩的人 别再去做 徒劳无功的事 靠自己 提升自己 戒掉不必要的纠缠 徒个心安 徒个舒坦 三毛曾说 我迎着朝阳 站在大海的面前 对自己说 如果时光不能倒流 就让这一切 随风而去吧 生命无常 潮起潮落 或得意 或落寞 人有悲欢离合 越有阴晴圆缺 随心而活 才是最豁达 而明智的人生态度 余生 别和自己过不去 该放的放 该忘的忘 忘争 但不名利 不争不便 老子曰 夫为不争 故天下 未能与之争 唯有不争的 处事态度 天下才会没有人 能与之抗衡 人生就这么短短 几十载 每个人都只不过 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功名与利路 皆是过眼云烟 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有什么值得争呢 就像南淮锦曾说 生命只有在被欲望迷乱的人心中 才一定要分出尊卑高下 不争 是人生致敬 曾经 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 来到江西彭泽当县令 在那年冬天 有一位粗俗又傲慢 到彭泽县来督查 督游的品位很低 却有些权势 在太守面前说话好坏 就凭他那张嘴 陶渊明生性淡薄 蔑视功名利路 看不惯这种狐假虎威的人 不愿费心思应付 他长叹一口气道 不为五斗米 向香里小人折腰 便毅然辞去植物 离开了只当了 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从此选择了一种 与世无争的清静田园生活 道德经中有言 上善若水 水善利而不争 夫为不争 故无由 意思是 善良的人就像水一样 水善于滋润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 而人做到不争不抢 自然就无忧无虑 世间纷纷扰扰 功名利路 一辈子都争不完 活着 与其凡事都要去争个 所以然来 倒不如怀着一颗 不争之心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争不抢 不为自身利益所累 不为外部环境所扰 反落的个 坦然自在 望满 借交借造 千以待人 看过这么一句话 大地只有放低自己的姿态 才能聚水成海 人只有放低自己的气势 才能最终成才 正所谓满招损 千受益 交兵必败 自满招损 只有懂得借交借造 千以待人 才能越走越远 京剧大师梅兰芳 虽然在京剧艺术上 有很深的造诣 但他从不会因为 自己的名气而自傲 有一次 他在演出京剧 《沙溪》的时候 底下观众 军事喝彩叫好声 唯独有一位老者 连连摇头说 不好 大家都劝慰梅兰芳 不必把老者的话 放在心上 但是梅兰芳 对此事却耿耿于怀 他四处托人 打听老者的去处 恭敬地 来到老者家中拜访 说道 说我不好的人 都是我的老师 你那天点评得好 我的确演得不到位 特地来请先生赐脚 老者就一口回绝了 梅兰芳再三恳求 他这才说道 即使你演得很好 唯一不足的是 你在演戏时 用的是男人的剑法 这不符合 于美人的身份啊 梅兰芳一听 恍然大悟 连声向老者道谢 从那以后 梅兰芳经常 请这位老者看他演戏 向他探讨自己不足的地方 演技有了新的突破 刘慈芯曾说 弱小和无知 不是生存的障碍 傲慢才是 如果为骄傲自满 蒙蔽双眼 容不下别人的批评 听不尽别人的规劝 最终只会顾骨自封 索罗门说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柔以前 必有谦卑 水滴成海 人滴成亡 人唯有谦逊 把自己的位置摆低 才能博彩中肠 有所作为 偿怀一颗谦逊之心 借交借造 虚心求教 才能白尺干头 更上一层楼 妄愁 烦恼三千 不如淡然一笑 有句话说得很好 烦恼天天有 不简自无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烦恼 都是我们自找的 俗话说 想开了就是净土 想不开就是地狱 有一个弟子被烦恼包围 事事觉得不如意 感到很痛苦 有一天 他的师傅 把他带到了一片 空旷的草地 说 你抬头看看 看到了什么 弟子答道 天空 师傅又说道 天空够大吧 但我可以用一只手 遮住天空 弟子愣了一下 只见师傅 用一只手掌 盖住了弟子的双眼 问 你现在看见天空了吗 随后师傅 把话题一转 说 生活中一些小痛苦 小烦恼 小挫折 也像这只手掌 看上去虽然很小 但如果你放不下 总是放在眼前 你就会把这个很小的烦恼 看得很大 放在心中久了 就会像这只手掌一样 遮住你人生的 整个清空 只有明白 生命都是在转换 都是无常的 才会珍惜生命的有限 才能放下无谓的执着 才可以坦然地 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烦恼 弟子一正 随即豁然开朗 终于明白了 自己痛苦的根源 人生本来没有太多的烦恼 绝大多数的烦恼 都是自找的 使我们自己的想法 把自己困住了 正如有句话所说的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与其带着烦恼折磨自己 倒不如把烦恼摒弃 轻松前行 文学家狄更斯曾说过 莫把烦恼放心上 免得白了少年头 免得为老先丧生 烦恼忧愁终成往事 看淡既是浮云 想开便是晴天 烦恼三千 不如淡然一笑 蔡根坦有句话说得好 君子是来而心始现 是去而心随空 活得轻松自在的人 都懂得与不快乐的事情告别 心指向未来 永远活在当下 生命匆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看淡名利 看清成就 看开烦恼 人活一世学会忘 心简单点 生活才能更轻松快乐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